首先关于拜席会的部分 我要先请教谭奥南大哥 因为这个拜席会 一个拜席会各自表述 什么叫一个拜席会各自表述呢 北京说一套 美国白宫方面有一套 那北京的说法是说 第一个 这个我们两边 互相尊重谋求双赢 这个不错对不对 但是北京随后让官媒发了一篇说 拜席会谈里面提到了 拜登说他不支持台独 可是在白宫的声明稿 完全没有看到这一回事 不但没有看到这一回事 我们还看到什么呢 在白宫的新闻稿里面提到了 我至少有三个重点 第一个重点 他们认为说 这个要反对不公平贸易 反对中国跟美国的不公平贸易 里面你中国还有打压人权的地方 第二个对于台湾的部分呢 他还特别提到说 台湾的问题呢 他们第一 遵守一个中国政策 大家都知道 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 跟中国的一个中国原则 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件事情 连白宫跟美国国务院都讲过 也曾经过 后面再附带叙述的是说 一个中国政策 但是我们有台湾关系法 但是我们还有三公报 加六项保证 所以台耀南大哥 这个各说各话的情况 要怎么来做解读 好 这个各位了解 这个美中峰会 或者是说元首跟元首之间 过去当然面对面 那么这次是第一次 用视讯的方式 如果说双方事前就讲好 不会发表共同声明 也不会各自发一个 总统的一个新闻稿 或者是新闻记者会的话 那基本上就代表着 而且事实上 事前也跟大家讲了 压低大家的期待 就是说 这样的一次元首的 视讯会议 基本上是建立一个 稳固的关系 跟未来的对话机制 跟控管潜在的冲突 和擦枪走火 而并没有要去试图 做出双方的让步 或达成重要的协议 但是内容可能会谈什么 这个今天晚上 也就是本节目播出之后 没有多久 那么美国的国安顾问 苏立文 他会在布鲁钦斯学会的 一个内部的会议里面 也是视讯会议 跟大家去简报 那么这一次 拜登跟习近平谈话的 一些重点的内容摘要 那我有受邀参加 也许过一两天的时候 再跟各位观众分享 所以他也会跟台湾解报 他们这次的过程 当然 这个除了在学界智库以外 那么美国也会随即 会跟台湾的政府 进行简报 那么告知这次谈话的 主要的重点内容 但是美方会谈什么 拜登会谈什么 其实我们大概也知道 整体的框架 好就是说 第一个美中里面有可能 可能在未来有合作的地方 大家都知道 在气候变迁核武扩散 那么在共同世界 公共卫生防疫的事情上面 那么在其他的国际议题上面 包括像北韩的议题 包括像伊朗的议题 那么阿富汗撤军之后的 心情是 甚至美中之间 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之后的执行 以及有可能 美国对部分的关税 减让或放宽的事情 我想这个都会谈及 这个就是所谓的合作的部分 但是在新疆的人权议题 香港的问题 南海的问题 特别是台海的问题 拜登一定会重申立场 这是双方没有共识 没有交集 继续进行某一个程度的对抗 而以竞争为主轴的关系 双方各说各话 那拜登在美国的立场 就像刚刚青黄讲 他会讲 一中政策的重塑 这个一中政策 或美国的一中政策 是以一法三公报六项保证为核心 这个美国一讲再讲 这一次一定也会再讲一遍 但是我们期待的是说 拜登会再讲一遍 过去曾经讲过的话 那么布林肯 这个苏利文都说过的 就是呢 这个中国跟台湾的问题 中国你必须要用和平的方式 在不违反台湾的最大利益 和台湾人民的意愿的前提之下 来处理或解决 跟台湾之间的冲突跟争议 我想这个非常重要 那么这整体来看起来的话 双方就是维持在一个高层有对话 以至于接下来双方可以继续谈 万一发生冲突的事情 怎么谈的一个寻求一个机制 一个框架为主 而不是在这一次的三个小时会谈里面 试图解决实质的问题 这就是典型的双方企图 维持一个控管分歧的默契 建立一个框架 而无法有实质进展的 典型的双方元首的会谈 华尔街日报报导 有一家中国国家控制的公司 买下一家意大利军用无人机制造的公司 之后就把他的智慧财产权跟技术 整个移转到中国去 过程中意大利政府当局都没有发现 所以玉慧这是怎么一回事 为什么意大利的金融警察会去查到这家公司呢 最主要的是 因为意大利金融警察 他们在查说 意大利法令禁止的是 有一种叫做掠夺性的投资 以及国家战略 跟国家战略目标相违背 他是从这两点去交叉去比对的 那后来他们发现说这家公司 因为他掌握了非常特殊的技术 然后这个技术突然间被转移到中国 而且就在中国被生产 那因此呢 意大利的金融警察就去做调查 发现是在2018年的时候 这家公司 75%的股票 被一家才在香港注册两个月的公司 叫做马尔斯香港信息科技公司 两个月 他用400万欧元 差不多我们台币 大概一亿三千万左右的台币 就给买走75% 可见这家公司真的不大 那大概一亿三千左右的台币 他可能就是个纸上公司 拿起鞋筒用 对对对 这家公司 香港的这家公司是纸上公司 然后没过 大概再过一个多月以后 他又再增资150万欧元 就差不多台币5000万左右 再增资 再投资这家公司 所以就把这整个的公司给吃下来了 那意大利在发现了以后 那现在呢 他们就发现说 这个是非常危险的 因此呢 他们就决定要来查 就一挖以后不得了 他们去挖说 这一家马尔斯的 这个香港所谓的科技信息公司 它的背后是谁投资的 结果发现是中国中车 这个青黄你就清楚了 这个背后是中国的这个国企吗 当然 它是这个一个中国的铁路公司 还有另外呢 是无锡市的市政府去投资的 都是政府都是政府 都是党的 所以现在大家全世界都在对中国 特别是中国在过去几年的时候 它对于全世界的这些智慧财产 对于全世界的这些高科技 它用不正当的一个手段 然后去用补贴啦 或者是用低价竞争 甚至于去窃取人家的智慧财产 这样的方式 其实从美国为首 再加上欧盟 他们就纷纷去做抵制 那因此呢 就对这家的公司开始 就产生了一些疑问 因此才去查出这个案子 不过查出这个案子以后呢 也对我们台湾的无人机的产业 产生了非常重大的影响 因为我补充一下 像美国对于中国的无人机 因为它使用在军用嘛 对 它也使用在监控上面嘛 所以像中国的大疆无人机 就被美国给列到了实体清单里面去 没错没错 所以在这过程中 中国的无人机产业 其实受到了美国跟欧洲的几个选择 非常大的对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意大利会去查 刚才我们家那个 刚讲的那个LP那家公司的一个原因 因为我们在这个上面这张图 你就可以看到 无人机的这个产业 它分成两种 一种是军用的 一种是非军用的 那军用呢 大概现在全世界的市场规模 大概是200亿左右的这个美金 非军用的左右 大概是100亿左右的美金 那这个现在 并且蛮大的 很大 那到底大家想说 那除了军用以外的非军用 我们会用在什么场地 像现在其实很多的造势场合 都会用空拍 或者是我们一般娱乐用的用空拍 那歌唱 这个演唱会的时候会用空拍 你知道吗 在我们现在喷农药也用空拍 然后还有非常多的勘灾 巡检 这些很多都是用空拍 那我们接下来给看 大家可以看到这张图 这张图你可以仔细看 其实台湾有非常多的公司 那他们我们跟这个无人机的产业 都是互相有关联系 美国现在对付中国的无人机 没错 但是台湾的无人机产业 开始长大 因为可以相信 因为中国没有办法被相信 所以台湾的这些的这些公司呢 是因为我们是伙伴关系 那我们的这个价值链可以共享 所以除了这个半导体之外 另外一个受惠的 台湾的蓝海的产业 就是所谓的无人机 所以在这里面呢 我们举几个 这个新来海 像比如说雷虎科技啦 不管说是天上的这个无人机也好 水下的无人机 我们现在常常搜救 不管是在天上或水下 那他们最近也吃了个大单 就是中华电信的 就是所有的那个搜救 救灾的那个搜救机 他们全部都吃下来了 还有中光电 甚至于说经纬航太 他们都已经卖到东南亚 还有这个日本跟韩国 那所以这些呢 都是让我们的无人机的产业呢 可以说在全世界 甚至于说在台湾的经济发展当中 占了一个重要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 感谢观看